糖果故事会 亲爱的小朋友们 在我们的故事会当中啊 要去分享许多山海军当中有趣的小故事 你现在准备好了吗 我们接下来的时刻 需要大家认真的听 一会儿去复述故事 自己去讲故事 说感悟了 那么好 现在我们准备就去竖起耳中 一起穿越到山海军当中 去了解这个精卫填海的故事 而孩子们一谈到精卫填海 那填海不用多说了 你能告诉我这精卫是什么吗 有朋友说精卫是一个人吗 那么究竟为什么要填海呢 让我们带着这样的问题 不管这个这个故事我们以前是否听过啊 没听过的孩子更要认真听 听过的孩子我们来看一看会不会有新的收获啊 说相传啊在很久很久以前 当时呢太阳神颜碧有一个自己特别特别喜爱的小女儿 她在所有的孩子当中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小女儿了 她的名字呢叫女娃那女娃呢也和咱们今天老前许多的小朋友们一样 她每天最期待的一件事就是能够让她的父亲陪伴她一起去玩耍 那女娃呢每天呢哎都早早的就起床了 可是仍然看不见父亲的踪影 原来父亲太忙了不仅仅要监管太阳 而且还要负责药材还要到东海的海面上去指挥太阳升起 我们会发现就跟咱们今天的那个那个交警叔叔一样 这样吧 那就这样直到太阳都落伤了 严弟才回家 这个小女儿啊十分十分想念自己的父亲 那她就想了个好主意 她就想哎虽然我不能在家里看见父亲 可是我可以到东海那去玩耍 说不准呢哎不仅仅一边玩 还能一边看见父亲呢 这真是一举两得呀 于是说做就做 她马上呢就乘着一艘小船来到了东海 结果我们都知道在海面上 如果掀起海浪刮起风暴 那是非常危险的 那女娃由于年龄太小了 就在这一次大风暴当中丧生了 女娃啊死去了之后呢 我们就会想到她连父亲最后一遍都没有见到 就非常的悔恨 对吧 而且呢她也非常的怨这个大海上的巨浪 就让她和父亲这样永远再也见不到了 于是呢 女娃呢 她就变成了 就她的那个灵魂啊 就变成了一只鸟 这只鸟长得什么样子呢 我们可以看啊 在你的灵书中有了 说啊 她是白嘴的 对吧 哎 红爪子 穿着花衣上 她的叫声呢 就好像在叫 惊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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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叫声 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啊 人们就称这种鸟为惊畏了 因为女娃啊 她是在海里丧生的 她不想让更多的人也因此而丧妙性命 而且呢 她也对海有了一份怨恨 她觉得如果不是她掀起巨浪 我怎么可能和父亲阴阳相隔呢 于是呢 她就想把这个大海给填行 每天呀 她都叼来了许多那些石子呀 树枝呀 来往这个大海里填 那大海呢 这个时候就嘲笑她了 说我这么狂阔 你什么时候才能把我填平呀 别吃心妄想了 那当时呢 惊畏就说 就算我填不平 填不平 我的子子孙孙 我也要让他们坚持做这件事 那一直到最后 惊畏始终是坚持着 而感动了天地 这个故事的名字就叫做 惊畏填海 好了 惊畏填的孩子们 听来了这个故事之后 我们出击目标是能够复述故事 对不对 那么还有一些同学呢 她能够通过这个小故事 有许多自己的感悟 那你觉得那个女娃 你觉得这只精卫鸟 它有哪些做法 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或者是让我们有一些思考呢 你觉得这只精卫鸟 是一只怎样的小鸟呢 赶快去思考啊 孩子们 现在你可以申请视频 跟你身边的爸爸妈妈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 有同学说 我觉得她懂得坚持 最后都感动了天地 对不对 好了 又有的同学说了 我觉得这一次事件 她自己也有责任 对不对 那么我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评判这个小故事 是吧 好了 那么我觉得 可能以后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 更要注意安全 而且呢 要严谨行事 这也可以成为我们的观点 对不对 孩子们 好了 那么后来啊 精卫鸟海这个成语 就可以用来形容一个人 做事情 非常的 有恒心 有毅力 对不对 那你能用精卫鸟海这个成语 叫个句子吗 孩子们 比如说 咱们来想想在生活当中 比如说在学习当中 有许多同学 比如说学钢琴 学了几天 就坚持不下去了 是这样的吧 那可能又有同学说了 那在我们学钢琴的时候也好 学习的时候也好 如果能拿出精卫鸟海的精神 那么我相信最后终究取得胜利 是这样的 孩子们 你现在可以赞听视频 跟身边的爸爸妈妈用精卫鸟海这个成语 咱们来叫个句子 好吗 好了 那么刚才我们分享了山海经当中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简故 现在让我们放松一会 跟随着动画家 再去温顾一下这个小故事 接下来 别忘记跟我们身边的家人分享呀 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有个叫神龙的小故事 有个叫神龙市的人 他有个女儿 他站在满头上的小故事 他站在满头大后 看着桌上火辣辣的太阳 他在满头上的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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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都是高兵的小故事 他在满头上的小故事 他在满头上的小故事 他在满头上的沙甲 可以将满头上的烙子 那个怪兽 发出了大雷物一样的笑声 我是谁 我是这里的海神 你随随便便就跑进来玩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他一步生着一面才是女娃鸡牙鸡嘴 女娃可没被吓倒 反倒举着他说 这个地方谁都可以来 你怎么说是你的 怪兽一斤太坏了 他一把树在海面上 真是这么大的海子 在里面过着小山 和女娃送鸡牙 女娃鸡牙鸡牙 离来的鸡牙 一切就不鸡牙了进去 她的海子 在里面 一切就不鸡牙过来 怪兽 比你更鸡牙 对她说 现在你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还不赶快求饶 女娃 在里面跟她 在里面喊道 你这么怪我 我才不出来呢 怪兽听了 大发雷霆 她又在海上 那些鸡牙鸡牙 最大渗 她女娃 就远了进去 孙女娃 就看着孙女娃 像鸡牙一样打着转 她再也没有力气增长 最后 终于被海水通了 到了晚上 神龙市孙女娃 还没有回家 自初去找她 找啊 找啊 找了很多地方 都没有找到 除了满头的海 这时 这些小鸟 听过了 一路她的心头 她的口感 我就是你娃了 什么 你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被海盗淹死 就变成了这些鸡牙 这些鸡牙 你一定要抱这个仇 她真好 真实 狮狼 小鸟 被狮狗 虫子 她每天 从山上 标起石块 土块 或者树枝 再抛到东海里 一旁 又一旁 完美 完美 自私 她下定决心 不把东海 全平 不永远 不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